今天这个指数有点小微的意思 是不是微起来了 那么有人就问了 是帮个小板凳子继续看戏呢 还是干脆调整结束了 我来发表我们的意见 今天首先说成交量跟昨天是差不多的 但是有一个细节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创业板指数出现了一定的方量 那么创业板最终也是小幅收跌的 那就是阳量的好一点 那你说这个量是上涨量还是下跌量 我并没有看到创业板主流的品种 有着明显的起稳的一个动作 因为我们发现今天北上资金流出的是比较多的 流出了40多个亿 那次是继续跑又200多个亿 总体上来看 你看现在超过2500多只股票在下跌 那你说这个指数也没怎么跌 是不是指数失真了 大家看看有很多二线蓝筹动力不少 那么对指数贡献还是蛮大的 我来说说我的明确的观点 我在这里面画了个线 大家注意 实际今天的走势没有昨天强 为什么呢 因为昨天的上涨是3000多只 大家记得吗 今天上涨的是2300多只 并且我们发现超过5%上涨的加速 也没有昨天多 那么假如说前天是大跌的 昨天是多数股票是上涨的 今天上涨的加速再减少 不要把这个微看的多多的乐观 不要这么想 这地方呢 从2885到这个3342上涨了80多个交易日 另外呢 这个地方第一次形成了日线的背离的高点 判断的调整不会三天就结束 至少是来讲呢 我们画一条线 大家看 这条线呢 是日线的 实际它突破之后 本来应该站稳 它没回去 回去了就说明它不对了 如果要是转强的 必须重新站上这条线 至少要站到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我们画的60分钟这个线 3300点必须站上去 如果站不上去 那这个地方呢 那个力度是有限的 不会重新再转强的 另外大家看这一个 这个30分钟 30分钟就下跌了一笔之后 这个地方不就是一个30分钟的整理中枢吗 那么很显然 那么整理完之后是向上呢 还是向下呢 前段时间是下跌 对吧 大概率还会下碳 如果要是碳到这一带呢 我们倒可以研究研究 那是不是这个A浪下跌就结束了 这种概率是变大 所以说呢 今天的这种走势呢 大家不要过分的激动 那是不是一点热点也没有啊 也不对啊 你说今天早盘走强的 像我们昨天说的光刻胶 今天走的特别特别强啊 电子化学品这个系列的 还有工程咨询 到午后还加速了呢 是不是啊 另外来讲 今天上午就走强这个环保 环保说多少有点意思 下午一拉这个医疗器械 中药也动了一下 还有午后的通讯设备和通讯服务 都有一定的表现啊 另外远较我发现 数字经济相关的有些东西 下午也拉了一下 就说用啥呢 资金还在某些板块当中 还在反复的做 不能说热点完全没有 那是不是做呢 我的意见呢 就是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清仓短线短线高手的游戏啊 大部分同学呢 你干脆啊 那么从2885到3342 这80多个交易局的上涨 你都没有赚到什么钱 在这个地方呢 千万不要去做 人家把钱都赚完了 你再去死死的屁上 短线高手 这个都赚到了 这地方你在玩 怎么玩怎么有道理啊 有些时候短线是可以的 我的板块个股公正交易法是可以的 但是你一定要快进快出 并且严格执行止损的纪律 严格执行的快进快出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 这里面我们把重点应该放在哪 不要放在这个主板上 主板呢 大概率会调掉 但是当然它也不一定调多深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发现有些东西已经挺深的 你只是说白酒调的 已经调的很多了 但是说北线资金还在卖卖卖 那是不是应该小心点 总而言之 我们要等着一个 起稳的共振的阳线出现之后 我们就是做多的气氛 重新聚集到一起了 我们再顺势跟着做就完 我们小散户就跟着市场的趋势走就完了 再来看看创业板 创业板是放料的 是指跌的信号吗 不是 这个地方吧 创业板给我们一个指明了一个市场的方向 只要创业板不动 那么就是局部的行情 就是局部的热点 局部的板块 大家愿意清仓短线呢 玩玩短线 玩一玩 严格止盈止损 可以 否则的话 我们就是大部分采取防守的策略 除非出现一个共振的转折的阳线 我们呢 才可以积极的看多做多 这个地方 我们把雄心暂时的收一收吧 好了 更多的呢 看我明天早晨的板块分析